對 怎麼了 可以把我家單車手套拿過來 哪個 單車手套 可以當代替一下 全體手套 我們今天把 我們今天把 我們今天把這些型的 那各位 下一禮拜我們做了 有趣的事情 下一禮拜說 我想說請各位 就針對我們社學期所上的內容 有一個 你覺得還 有趣的單元 或是你覺得 可以說明可以清楚的講述的單元 就簡單的報告一下 不用 各位準備了 也不這樣準備PPT 就是把你正學期 覺得 比較有興趣要收獲的單元 就做個說明一下 或者是你認為 哪個單元 你覺得你可以 針對手套 蛤 就是做個報告一下 手套要 就下禮拜 下禮拜 下禮拜 我們課程結束了 學期上完 我們也沒有什麼 就是 就是 就一個學期的最後一次課程 就是 簡單的 就針對這個學期 你有接觸到的一些主題 或者一些話題 或者一些想法 然後你覺得有趣 或者你覺得有說過 然後就把那部分 可能再複習一遍 然後跟同學 就 稍微再講一下 你收獲的想法 OK 應該不會太固長 好 今天12號 今天12號 就是19號 開課 開課 然後就 哲學期 就 哲學期 我們把那個 氣體動用的部分 把它講 上禮拜 上禮拜講 就是 我們從 我們從一開始的這個 波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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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定溫之下 P V等K 就 溫度跟壓力 成 不是 壓力跟底成 反以外形 同樣的氣體 然後這鞋底是 定溫還有 定量的氣體 定量氣體 就像這樣 那另外一個 就做 基里薩克定理 是說 我們的 體積 是正比於氣的關係 這其實 絕對 絕對溫度好 絕對溫度 然後 另外一個 這是定壓的時候 那定溶的時候呢 是我們壓力正比 T的關係 這都是絕對溫度 定溶就是 我的溶靜不變的時候 什麼密閉的時候 我的溫度越高 我可以看到是 裡面壓力越大 我這邊是 定壓 定壓情況之下 就是 這個活在做移動的 好 壓力是固定的 壓力是固定的情況之下 我發現 我的溫度越高 我的體積就會上升 好 那 這是定溫之下 我的定量氣體 PB等於K 它也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它是壓力的嗎 但它經過度不平衡之後 它去觀測 我的P跟我的V的關係 放在它這個電子 對 那 對溫度我們一直很好奇 以前 到底這個溫度是什麼 或者這個壓力 跟這個體積是什麼樣的一個呈現 在這個氣體的情況裡面 到底什麼樣的關係 那我們可能說 去把這些東西 再做個整合 那首先我們就把這三個因素 整合一下 我們發現是 P V 等於 K 等於 K T 對不對 因為 PV等於K 就是定溫之下 當我們把溫度的因素加進去的時候 發現 PV會等於KT 來的 當 KT是定溫的時候 這沒有別的名字 那 K 我沒有常理判斷 假設 我的分子量越多 我 事實上的K會受影響 對不對 我的分子量如果加倍 我的體積會加倍 我的性壓力會加倍 我的性壓力會加倍才對 所以說 我們可以把這K再換一下 我們把它換成一個N N什麼 墨數 墨數代表性量 墨數 可能R 增上T 好 那我們把K 換成NR 那 NR這個東西就會變成 這個 跟 就會比較單純 我們知道 PVT 就是固定的 我們已經叫做關係了 我們把K換成NR 這R就是叫做冥響器 這邊再把一個東西 注意出來 就是它抹住 對不對 就是R 也算出來了 好不好 事實上是從測量給測量 軟體 一大膝壓 0度C 也是273.15K 的情況之下 我們測的螢幕的氣體體積 是22.4公升 體積有了 溫度有了 壓力有了 而且是螢幕 我們這個可以穿出來 好 但反正這個可以穿出來 所以R 是哪個 N T 分之P V 這個可以穿出來 2.0 0.082 對不對 0.082 好 那單位是什麼 P ADM 對不對 V是L N是莫柱 T是K 好 你可以嘗嘗單 那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那我如果單位單位換掉的時候 這個是給我換掉 所以記得就是可以上去推牌 假設我先問你過 那我希望換上那個 迷你 拱住的 單位 對 那怎麼辦 是不是這個就在直張760就好 對不對 那如果這邊要換溫層 豪森 那就再換 這邊可以去轉換眼袋 可以開電話 好 可是這是跟 這還是一個比較聚觀的角度 去看什麼事情 我們用的是公升 我們用的是溫度 我們用的是壓力 用的是體積 我們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聚觀的一個條件 我們如果想去看 微觀的條件 說每個分子 每個分子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可以看得到 每個計量分子 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想去理解說 這個整個P V的貢獻 整個這些東西 是不是來自於 每個分子 每個分子間的貢獻 所以我們想去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分子在這裡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回來看一下 我們先假設 這是一個正立浪體 我們氣體在裡面運動 氣體分子在裡面運動 他們快速運動 不會讓他參與 隨機再做運動 而且不愧的 亂背亂背的 好 那 那 溶性固定的 那會不會 用到別的地方 會不香 像我們修用一個統計的力 統計的角度來看 是可以被接受的 就跟我們以前在做福利的時候 我們開始之前 假設說 這是一個正立浪體 它在水裡面的時候 對不對 是液體 左邊的 而右邊的壓力 等於左邊的壓力 就抵消掉了 前面的壓力 等於後面的壓力抵消掉 所以我們看 我們真的需要在乎的是 上邊壓力 跟下面壓力 對不對 只有這一層的壓力 跟下面這一層的壓力 那這個 這個 距離有關係 H 這個距離有關係 H' 對不對 所以它的 福利 V等於什麼 是下面的力 減到上面的力 是不是等於H' 所以這樣 A是命清嗎 所以這樣 我們應該先把壓力 壓力什麼 H Law G 對不對 S not A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面的力 減掉 H Law G H H 等它A 對不對 所以A A 移出來 Law G A移出來 這是ΔH 對不對 A DLH的一個 人的體積 這包括DLH嗎 對不對 A是面積嗎 對 A是面積嗎 所以這是等 Law G 成長V 對不對 所以這是排開的一體動 所以福利能 排開一體動 你從一個甲 這個整體 幫我們講的算 這部分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想法 順便把福利稍微縮起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裡面的碰撞 氣體彈性碰撞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 我們再回來 上次談到碰撞的事情 彈性碰撞 因為這其實在運算 讓我們遇到一些過去的經驗 我們把它在複習 彈性碰撞 什麼叫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 接近速度跟離開速度一樣 所以應該是 接近速度是 V2-V1-V2 V1-V2 對不對 接近速度也離開速度 然後來第二條件是 有沒有其他條件 能量沒有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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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符合這兩個條件 可以說是彈性碰撞 那 在理想氣體裡面 它把我們的條件 事實上不太容易 所以事實上 我們也做一些假設 我們在做這個 運算法中 我們假設說 這是一個理想氣體 那理想氣體知道 也很簡單 第一個 要先符合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 第二個是 它幾乎沒有 體積的 這氣裡幾乎沒有體積 氣裡的體積會很小 氣裡的體積很小 然後呢 然後它 它就是 符合彈性碰撞 體積很小 然後 然後 因為 假設體積很大 你想想看 這體積很大 這裡都是很大的 一個球 它會符合彈性碰撞 它會符合彈性碰撞 它光是本身的體積 你現在站在這個V的碰 這比1就不一樣 它每個氣體分子所佔有的V就1 它每個氣體的大小 比碰V減掉 所以這個V沒有辦法跟它沒有關係 我們就看到V1 第一是說 這個氣體所佔有的空間 跟氣體本身的空間 一定不一樣的意思 不一樣的意思 不一樣的意思嗎 就那天 那天 誰 那天這裡摸摸摸摸摸 很奇怪 砂的密度跟水的密度 我同樣裝一瓶砂 裝一瓶水 誰比較重 我說 當時只有裝砂的都不一定 因為砂的因為中間空間 假設這個瓶子的話 我砂的裝進去 我一定中間會有空氣 就算我的密度 我砂的密度 本身的密度 他說 我剛剛砂的密度 本身的密水高 所以砂的就沉到水裡去 他說砂的密度比較高 可是砂的看起來沒有很重 我剛剛沒有很重的感覺 是因為它中間有空氣對不對 空氣去平衡掉 平衡掉它的密度的 所以你如果是裝砂 你感覺它沒有那麼重 可能沒有感覺 就是感覺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做 在做研究上 我覺得我們太多會用感覺 沒有真的是量化 所以這個太多的感覺 有時候會 沒辦法做真正的判斷 所以你要不要數量化的東西 沒辦法做量化 所以你就是很簡單 就蹭一下中間就知道了 你蹭一下中間 所以我們要講 這是都裝了砂子 這整瓶的 我說這整瓶的體積 體積可以知道 可以 因為飽在裡面兩公升 我蹭完之後 我去蹭中間 蹭完中間 可以說 那我就算出 這瓶裡面 砂子的密度 就可以算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砂子跟空氣混合的密度 這是砂子跟空氣混合的密度 不是砂子密度 因為它裡面太多的空間 太多的空隙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在這邊 我說 這個體積 是氣體的體積 或者是氣體 就會碰碰的 具有的體積 這也一樣 不一樣的意思 不太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這個V 應該是說 氣體在裡面運動時候 所創造出來的體積 而不是氣體本身的體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在講上去理想氣體 我去整個 氣體分子在裡面 所具有的質量 就變成非常小 不能是這麼大的 你這麼大的時候 你本身的體積 就影響到你所再有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氣體必須非常非常的響 另外一條件就是 浮合彈性空撞 浮合彈性空撞 就是它的接近跟反彈 是一樣的速度 另外就是能量沒有消失 能量沒有消失 這是我們另一條氣體 就是需要的一個條件 好 所以是它在浮合這個條件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必須 必須把那個壓力 我們比較強烈 就低壓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如果就單一氣體 比較符合這個理想氣體的 只有氦氣 因為氦氣的這個分子比較小 分子比較小 而且它是單分子的 單一分子 它不像氫 必須兩個氫和平的分子 氦氣是一個分子 一個原子就是一個分子 就是單一個原子的一個氣體分子 所以它比較符合理想氣體的條件 所以它比較符合理想氣體的條件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是一個牆壁 這個裡面的牆壁 我一個分子撞進來 然後彈出去 理想它在這邊要符合 反射地律 對不對 我的路設角等於反射角 對不對 好 這是V 這邊是V 好 那我們如果只考慮 因為這碰撞 我們看一下 假設這個方向是X 對不起 這方是Y 選樣 VY 會不會等於VY 會不會等於嗎 會等於嗎 又沒有影響 沒有人去阻礙他槌子方面的一個角度 對不對 好 我們這邊要放V 那你可以想像嗎 VZ 假設朝向可以把你的方向 就是 這個方向 是不是一軸 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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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等於 VZ 也會嘛 那 只有會改變是 X的方向 對不對 VX 會不會等於 VX 如果不會的話 那VX方向 會不會等於 VX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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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先考慮XYD 因為XYD是最多是要撞到這個場地或撞到這個場地 它撞到不同的樣子 我們先考慮是撞到這個場地的部分 對不對 那撞到的時候會有什麼差?會有動量差嗎? 對不對 動量差是什麼? 動量差是不是兩倍的力等式 那這邊的M 是它的質量 單一分子的質量 是分子的質量 單一分子的質量是M 所以我的ΔP 就是我的動量部分 會等於p 背了MVX 這看沒有理由 等於VX 那我們看到 ΔP是等於什麼 ΔP 我們如果就 呃... 質量跟力還有速度時間的關係的話 我們的動量差是等於F 對不起 ΔP 是不是 那我們想知道它在上面所創造出來的壓力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它上面的作用力是多少的話 作用力除上面積是不是就是壓力 我們要知道這兩件事應該是不是符合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知道 我們實際上是想知道F 因為F除上A之後就等於P 就是P是真的不一樣 就是動量 其實為什麼要用一個方式代表 這是壓力 這個 這樣寫合 P 這個 這個寫法就是大體的P 這個超級大體 出界的P 然後這動量 放個P 好 那我們想知道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F是多少 F 是等於ΔP 等於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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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ΔP是多少 ΔP是很少 很少 實際上ΔP可以想像喔 我們想像 講到這邊距離是L 你真的想像一下 這個牆壁 這個牆壁每度都會被撞一次 每度都會被撞一次 是不是他的P 我撞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我對我多少天都撞到一次 我是不是撞得越頻率 頻率越高 所以我們可以用像 我的距離角度是L的話 我一個Vx的速度 去撞到牆壁 那我多少時間可以撞到一次 所以我是 這樣子來回 撞到一次 對 所以我是用 TW1 可以 2L除上V Vx 那這種關鍵就是它 撞到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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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被 假設我們說 這個牆壁 這玻璃 然後現在下大雨 風在吹 雨很大 雨撞到它會有一個動量差對不對 撞到它會 可能雨就黏住了 可是這個動量會消耗掉 那我們不會 我沒辦法知道說 雨狀況那一張 那它黏住要需要多少時間 可是如果說 我可以假設 我今天可以承接雨量 我可以說 一個小時有多少雨狀況呢 對 那我可以把它分別下去 每一滴雨狀況去的 力量就知道 時間就知道了 對 我是用一個長時間 觀察它的 接觸的可能性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 沒關係 做了 你用一些放在這裡面也可以 或者你 你或者你想具體的話 你做出來 這是一個推倒的方式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T 帶過來這邊 會等什麼 2MVX 6打T 你知道嗎 是 2LVX 所以VX就約到了嗎 嗯 看起來好像可以這樣 看起來好像可以這樣 這樣就有了嗎 這太不尋常了 這太不尋常了 那一頁 有這個嗎 那一頁 那一頁 有這個嗎 那一頁 那一頁 有這個嗎 那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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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寫錯了 你沒有公布 這個 Delta T是除下來的 對不對 那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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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樣去 Delta T 對不對 對不對 動量出 動量出 時間點力 然後就處理Delta T 我們2MVX 處理 Delta T是2LVX 所以累什麼 SO分子 NVX平方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益的 可是這只有一個分子 這只有一個分子 假設你們N的分子 這次要把它累加起來 對 才知道總率是多少 這邊是summension 那個解剖 L分子 NVX平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LM 先移出來 LM移出來 這邊是summension FVX平方 好 這是我們的力 那我們的力 知道的時候呢 我們的總壓力 是不是可以 F 注意上 A A在這個地方是什麼 是不是L平方 是不是L平方 是L平方 所以呢 那是什麼 N L 然後summension VX平方 再 乘 上 L平方 這是D 對不對 這是A嘛 這要講什麼 L跟L平方 是B嘛 這為什麼 蛤 這個有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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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所以我們就是會變成什麼 我們會變成 V 分子 M 3 VX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講的是 我們的 單一分子 這邊可以看到單一分子的效果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移過來 P V 等 M 3 H V X 那 我們在思考是 這是 正面的啊 那 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是不是 總能量 我們假設每個單一分子 單一分子 單一分子 我們單一分子的總和 單一分子的總和 單一分子的總和 好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有事情嗎 我這個速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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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它可以改寫成 我們用向量的方式來加一個的話 它是可以寫成V X V Y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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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它會分解成三個向量的總數 對不對 那甚至我們可以寫作V平方等於 V X平方 加上V Y平方 加上V V平方 對不對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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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說比較偏向X走的方向 還比較偏D走的方向 比較偏Y走的方向 應該不會吧 應該是平均嘛 對不對 是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想說 V 甚至可以寫成他們的結果總和的三倍 假設寫這樣 那這個平均值 這個平均值 比如說 因為你可以想像 有些分成跑成這個方向跑 有些可能是這個方向跑 它的VX分量有些大一點 有些小一點 所以我們取的是平均值來看的話 把它的平方再取個平均值 所以它是它的三倍 可以幫你們看 就是我們的總速度Summation 可以是這三個三倍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是 它們實際上是一個平均的效果 所以我的VX平方的平均值 像三倍的話 就是我總速度的平均值 平均值可以這樣看 所以我以為我的VX平方 所以我以為我的VX平方 是等於三分之一的V平方 好 就是我的動能上 所以我把它移過來這邊 變成 M 三分之一 V 平方 這平均值的意思 平均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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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什麼 動能 所以它是兩倍動能 所以我們可以再把它改進去 分三分之二的 K K這就是動能的意思 Kinetic Kinetic Amage 動能的意思 PV等三分之 K 動能 也就是像我的分子的動能 動能上我們知道 動能代表是它的質量跟它的速度 一個分子的動能總和 在這裡面的動能總和 在距離我們看到它 就是表現出來的PV 所以這兩件事是相關的事情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 我去量測它的壓力 跟量測體積的時候 事實上我就不帶量測這個氣體 所有氣體分子的動能總和了 我們看到是什麼件事情 那如果再把這動能再看一下 這等於什麼 這等於NRT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動能 原來這個溫度有快 這跟我們之前在講說 你的溫度越高 你的分子速度運動越快 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我的溫度越高的時候 我的動能越大 因為速度越快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事情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這不容易 這是一個 那我們就透過一個 從小分子當中的假設來看 它總能量的部分 那我自己以前在補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較難理解的是 這一段 就是我心裡會有疑問 真的三D嗎 真的會平均嗎 真的是一樣 就是 想像的 但是我們就是 這整個大數法則 大數法則是它就是說 這個算出來 這個算出來就有一個 氣體裡面的 氣體分子速度 就是它 它容量的能量 多少 你這個東西還有一個 你不太能夠完全算到 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算出來 是動能 但是 真的一個氣體分子的能量 不是只有動能 它有旋轉動能 轉動動能 我們這邊算沒算成動能 你說要算 它可以容量多少能量 用實驗比較快 就是 你說能量多少能量 你說能量多少能量 你要說我可以 可以算出空間化的 它應該要輸出能量多少 或者是一個 小高大堂的當地 它可以輸出多少能量 可是你要輸出 輸出多少能量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它只用那個 P就是 因為 你壓力受力面積來 因為我覺得是用受力面積來 因為 那張紙就要做幾分 再來就要做 可是這個地方 你得到能量 不會完全輸出啊 對 我出來 我這個氣體 在這裡面是這麼大 我出來這氣體還是有動能 並不會如果全部動能 都給它放下去 對不對 我今天在這個泡裡面 陳偉先生講說 我現在有壓力的P 那當我這個泡汗移到 出化口那一沙拉 我這邊是不是有另外一個P 對 我的P乘到這個A 就是我的F 就是我的B 我你如果要乘到這個距離 我就可以知道壓力 我的那個 做什麼 我的 做工 可是以前不要大算 你現在不要拿L就好了 不要拿距離 那你這邊就得到 因為P比等K 這是一個很好算的東西 所以 我的壓力递減 我的體積膨脹 我的壓力递減 體積膨脹壓力递減 所以這一個氣氛就結束了 這不會難 對 對不對 這比你去算出分子裡面的能量 再去說 我的能量有多少 我可以得到多少能量 對 因為我怕很重要 我就會幫他跑出去看 還蠻乾淨值的 是啊 是啊 沒有錯 因為他這個不會直接等於速度 因為他這個不會直接等於速度 那這個是幹嘛 這只是因為我這個分子裡面的動量 動能是多少 分子的動能是多少 總動能 這個分子的總動能是多少 對 可是這個分子的總動能 這只代表一部分的能量 你在吸氣的話 它分子的總能量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裡面包含轉動的動能 還包含分子本身震動的動能 因為震動的動能 跟轉動的動能 不會回饋到這個撞擊 我們這裡面算到是說 我碰撞的時候的彈性碰撞 所造成的壓力 對不對 可是你的轉動 跟你的分子本身的震動 不會在這邊產生碰撞 所以說真的是動能 這動能包含轉動動能跟那個 裡面分子之間的震動 假設分子間會震動 震動動能沒有在這裡面 所以它的真正的氣體能量在裡面上 會比這邊越高 會比這邊高一點點 好 好 那我們 算到這邊 我們大概要做什麼 我們算到這邊說 不要講 這是大術啊 大術原則是這樣 就是說 像很多賭佛的人 他還是算牌 為什麼他要算牌 因為他相信大術原則 大術原則 裡面他這個骰子 有六面 我指下去就會出現 每面的機率一樣多 好 那如果從大術法則來看的話 假設有出現1 已經出現3次了 出現2 也出現5次 出現3 出現2次 出現4 出現3次 出現5 出現1次 出現6 出現0次 好 我現在指下去 你弄了出現6的體力高 還是出現2的體力高 都一樣 答案 我們理論看看是都一樣 可是我用大術法則的話 感覺到6會高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是 就是這樣的說法 那 這樣 大術法則是對的 就是你 累掉影片的程度之後 那個程度要很高 累掉影片的程度之後 他出現幾率是一樣多的 你這個比例看起來 比較像是那6不會出現 灌籤的那個6不會出現 這個你這樣講也有可能 但是我們就理想上來講 事實上是一樣 就是 就是可能啦 沒有你指採字 就是真的有那個機率 就是 有某個階段 這個1出現多一點 可是 那如果說這個階段 1出現多一點 是不是我們可以想 假設大術法則是5 是同1 是乘1的話 像1會出現 1會出現 對 如果出現1萬次的話 可能機率是差不多 可是 你可以想想 我這邊出現 假設出現的次數很多了 那我這邊是不是會出現 次數少一點 就是 所以他們說算 就是因為 所以你去玩那個 玩撲克牌也是一樣 但撲克牌那些東西是固定的 因為 我5次當牌子下來 就知道說 到底有幾張牌 我還在外面還在裡面 都會知道 他要去算 但是在算六個彩 他們有些也會用這樣算 可是 左過左就不知道 對 但是 在我們在算那個速度的話 它是符合的 就是你同意 因為他有個說法 他說 正常來講 假設這距離是1公尺 他一個分子 從這個牆壁到那個牆壁 你知道發多少時間嗎 要發 中間會跟其他氣體 碰到過幾次嗎 據說超過1億次 他光是這個氣體 還穿到這邊 就這樣沒辦法直線穿過去 他直線穿過 你看氣體實在說 空空的啊 沒有東西啊 像這氣體分子 要到這邊來 他中間要跟各種氣體 碰到 各個氣體分子碰到 他碰到1億次 才會到這給不到 我們兩個在長龍長壓之下 對 那是很難想像的出資 所以 這PVC價被碰到出來 應該要碰到出來 好 那我們 我們在這邊其實還有一個事情 是可以談一下 就是說 昨天那天有個通人問我說 問我問題 就我一下子打不上來 那剛好在看這邊 他說 為什麼我打氣 打到瓶子裡面 瓶子會發燙 然後把氣突然就爆開 這裏面會很難 為什麼 對 簡單來講 就是我把這個活塞 往下壓壓壓壓壓 壓下來 在這邊的時候 它會發燙 然後我 我把突然間四方開 它這邊整個僵硬 你知道嗎 踩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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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大部分才有耶穌用是三玉琳 因為踩引擎的舒服很高 它的泡能量比較強 因為它熱和量比較高 但是踩引擎 沒有不太有機會做 因為踩引擎的震動很強 咚咚咚 會整個做到車很舒服 以前那個避震效果 避震基本做的那種 大部分的民用車不會用踩引擎 踩引擎 是空乘車 就是 因為它要很大的泡能 那它的震動強也沒關係 我就實際辛苦給他 一個人辛苦我載貨沒關係 可是他不會用在營用車上 可是現在蔡英琴已經做到很好 他可以做到營用車上 因為他避震效果可以 把他底下掉這個陣容 蔡英琴裡面沒有火星膽 什麼是火星膽你知道嗎 火星膽就是他壓縮的時候 氣裡壓縮 氣裡跟空氣一樣 在比例的時候 爆炸 蔡英琴不需要這個 為什麼 他直接就燒起來了 他光靠壓縮 壓縮到屋度夠高 然後燒起來 壓縮比 像氣有引擎的 讓你震動 從這邊壓到這邊 壓縮比是 大概是 假設是1分之1 壓縮到1分之1 蔡英琴才壓到1分之1 你自己燒起來 對 他一下壓到1分之1 雖然 他往後這個度度非常高 高到他可以爆炸 爆炸出去 所以他就一直壓縮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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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需要點火星 所以蔡英琴的臉比較簡單 因為你壓好處 可是因為他壓縮的臉很高 壓縮的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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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震動會 蹦蹦 車子一直震動 會不舒服 所以蔡英琴沒人做 那問題是 為什麼一壓縮他就會發燙 什麼 為什麼一壓縮他就會發燙 什麼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我壓縮是對氣體做功 對氣體做功 對氣體做功 功到哪去了 所以回歸他能量 我能量變大了 我氣體的能量變大了 斷了變大了 我就會升高了 就這樣 那同樣的 我今天這個氣體突然間 釋放出來的時候 我氣體對外界做功 我氣體對這個炮彈做功 我氣體突然對外面做功 我對外面做功 我的動能是不是降低 動能降低 我的物力不下降 問題是 他裡面動能 就是說 他也可以只出現在壓力跟體積的變化 壓力跟體積的變化 壓力跟體積的變化 你對他做功 他也可以只 他只要壓力變大 硬體變成 他其實就會變大了 做動的現象 他不一定要 我也不會升高 可是這兩個是相等的 PV跟NRT PV跟KC一樣 你還是放這個角度想 我這有限的空間 我塞更多的氣體進去 我是P增加了 P增加了相對來講 我的溫度就增加 我的動能就增加 因為在裡面空洞次數變多了 我空洞次數變多 是不是我總能量 我的Summation MVX平方增加了 對不對 這是動能 因為總動能增加了 總動能增加會回饋到 我的溫度一樣的道理 我硬塞進去 是不是總動能就再增加 總動能增加 所以他表現出來出來 所以我看得到去量身 他的PV都增加之外 如果B沒有變的話 P都增加了 你相對來講 我的T就會更增加 這是一個 就從理論上的東西 跟實際上驗證是這個樣子 對 我打氣進去 那我的P增加 這P增加 它不會只有P增加 因為P增加 同時 它就會回到我的溫度會增加 這樣 這樣 好 OK 所以我們大致上 這學期是講到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先做幾個 理想切禮方正式的一些題目 我們看一下幾題 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第146月的第四題 第四題 按摩